大家好,我是小安 今天买了一块嫩豆腐 就用豆腐给朋友们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这样一份豆腐,饭店要卖上好几十元一份 自己带来做成本不到五元钱 真的是经济实惠,干净又卫生 做法特别的独特,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吧 敲了豆腐小店,放入盘中 洗干净的香菇,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把香菇切成小丁 切得越细小越好 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嫩一些 准备一小把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的葱花放入小盘中备用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味精 生抽 少许的香醋 再来点蚝油 再加入半碗清水 用快的搅拌搅拌,将料的水化开 接下来准备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加入一滴白醋去腥 用快的搅拌搅拌,将鸡蛋液打散 豆腐小店放入碗中 用快的搅拌搅拌,搅拌均匀 蛋液和水混合 搅好以后用勺子把浮沫撇出来 加好的鸡蛋豆腐放入锅中 上面扣上一个盘子,防止水蒸气滴落 准备好的肉丁倒入锅中 炒出油脂以后加入葱花 翻炒出葱香味儿 以后香菇丁倒入锅中 翻炒一会儿,炒至香菇丁断生 炒好以后再把胡萝卜丁倒入锅中 翻炒出胡萝卜丁断生 炒好以后再加入调好的料汁水 盖上盖子焖煮两分钟 使所有的食材更好入味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请您换来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煮至像这样 汤汁变得粘稠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取出来 炒着肉丁蔬菜加进来 一道非常好吃的豆腐鸡蛋羹肉末饱 就做好了 豆腐和鸡蛋都特别的嫩滑爽口 搭配着蔬菜吃起来特别的营养健康 这样搭配油蛋油菜又有蔬菜 吃起来的口感特别的多层 非常的香 这样一份豆腐鸡蛋肉末饱 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难怪饭店要卖上一份好几十元 自己在家做的成本 只需要花上几元钱 真的是太给力了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做一下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一下 点开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